加油! 大家一起高喊加油 来帮台湾基金党立委陈伯伟打气 因为不到10天 陈伯伟的罢免案就要投票了 2021年10月14号下午 陈伯伟展开100小时的选区步行活动 从台中市大渡区沙田一路出发 并跟在地的乡亲进行一场座谈会 立委张料万歼 总统府资政姚家文 吴立培 市议员林奇峰 都到场立挺 希望号召乡亲站出来 反对这次的罢免案 总统府资政姚家文 吴立培也说 陈伯伟当选立委之后 表现得非常好 是大家有目共睹 这一场罢免根本是早就预谋好的 所以一定要帮陈伯伟加油 让这么好的立委继续为乡亲服务 立委张料万歼说 陈伯伟真的非常认真 才刚上任不久就两度获得公都盟颁伯伯优秀立委的肯定 要罢免这样的好立委根本是报复性罢免 希望中二选区的乡亲站出来投下反对罢免案的一票 所以我希望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也邀请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走 一起认识选区把那点跟点之间的每一条线连结在一起放慢脚步 然后看看我们这个地方 待会经过的时候我也会跟张辽委员介绍他最关心的包含学生 包含体育的部分 那包含这个海线特有的一些天桥 他的这个来龙去脉是什么 我想做一个民意代表 我们是花非常多的心思贴近土地 立委陈伯伟说他十分感谢不同政党的前辈 愿意为他发声打抱不平 这几天的步行活动都是他一直以来争取建设跟服务的地方 所以要一步一脚印走进大街小巷 来得到乡亲的认同 并给他支持跟温暖 让他可以继续为台中努力打拼 记者李金生 范江豪 台中报导